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华咪咪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独立特派员节目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还是首先要带您来一起寻找新能源 让地球活起来 那么第一则报导的主题 是地球上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以色列 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国土相当的荒芜 天然资源也相当的缺乏 这种情况下 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水和电要怎么办呢 因为宗教跟政治的因素 以色列长期被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孤立 他们也不想受到产油国家的威胁 所以就降低对火力发电的依赖 转而向太阳寻找出路 从他们的国父到科学家 一直到一般的人民 都加入了研究并且实际执行的行列 在日子中有问题 我们必须有问题 但是因为空间的能量 我们必须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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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间的能量 但是在空间的能量 我们必须有很高的能量 以色列一年日照可達300多天 甚至有的地方成為荒漠 本是環境複數 但是很早就想到陽光該怎樣運用 國父本古里昂的遺照 放在一架公司的牆壁 畫面不是偉人嚴肅的大頭照 而是二次大戰後 率先研究太陽能的歷史影像 從那個時候步步開發太陽光電 都那些政府給予各種傢俱的支援 和提供人在亞洲有什麼叫做 提供人的燃料 那這個意思是誰產生能量清洗 從水或水 可以享受很高的燃料 燃料 那意思是如果你賣光電力 為一個個性的價格 我們賣光能量清洗 為其他三次多 政府补助政策怎样定很重要 如果我们来与美国,在美国的电脑货货币是18-20EUR 然后你得到40EUR当你购买了颜色 所以这是一种方式的方式能够购买这个业务 无许购买的钱,无许购买这个系统 它就幫你賺取取取消財幣 並且把你賺取一個特別的價值 在最 modern世界上會一個價值的價值 這是一個更多的方法 去提供你製作更多 如果你賺取這個手法 當你賺取這個手法 它指以後 如果在幾年內 如果不是公司, 不停不在意, 因为它已经措复了货帮助。 但在书上, 它将公司的公司在公司做的公司的公司 十多年时间工作。 最终的公司, 通常是通过的执帮助并非在政府的购义。 在书里, 加上车的工程, 这些人会在其他人的货帮助更加货帮助 他们的货帮助他们的货帮助他们的货帮助 这就是这样的方法在 Israel 我认为这个是这样的方法在中国 或其他人的其他人 我看这些人说,这就是不正常的 反正,但是, 在中国的未来是在清晰的技术 如果你们这些不太努力 我们会不会有的那种 所以,可能是不天空的 可能是風 可能是濃郁 不知道什麼 在我後方的是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湖 前面有一個電廠 這邊有一個復甦的農場 農場是汲取加利利的水源來灌溉 它不只是消耗了水源生產農作物 它現在也可以成為供應生產電源的一個場所 為什麼 因為假期許多太陽能光電板 就可以回送電源 讓強烈的日照 通過太陽光電板轉變成能源送來這個電廠 目前全國的電源多數靠瓦斯等傳統電源 太陽光電只占百分之二以下 政府宣稱二零二零年至少有百分之十 來自於太陽和風力等再生能源 業者還在設法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以色列有上百家太陽光電公司 許多不只是代工生產成品 還有研發 倉庫物料流轉不息生意不斷 公司人不多 但動腦又行動的很多 長寬個十公尺的新追日型光電板在實驗 構想來自中國的玩具風箏 使用的系統計劃能夠增加 每個系統的系統都能夠增加 每個系統的系統都能夠 30-40% 當然它價值更多 問題是為了解釋放一種系統的系統 更加快的系統 更加快的 這系統的系統 compared to a normal trekker and that's the innovation so maybe for Taiwan we can make this but stronger, with a wire rope this is only 8mm maybe we can have 10mm and a small size still would be good enough then it would perhaps support 250km per hour which is nice 但如果有颜色的颜色 300公里 我不知道颜色的颜色 颜色的颜色 颜色的颜色 收集资料必须务实 包括成本 阳光变化和器材可靠度 都在实验 这些颜色的颜色 这些颜色 因为这些颜色 这些颜色 甚至在冬季 什么功能的颜色 这些颜色 如果我们不关注这些颜色 我们也失去其他颜色 这些颜色的颜色 颜色的颜色 这些颜色的颜色 现在我们关注这些颜色 这些颜色的颜色 这些颜色的颜色 颜色的颜色 颜色的颜色 但在冬季上 这些颜色的颜色 还会维持 颜色 我们可以控制 每个颜色 我们可以控制 每个颜色 整个颜色 可以控制 颜色 然后阻止 每天 每小时数据 城市图像 有预出 日落容易理解 以便调控维修 屋顶设备 研發不僅在資料收集的方式 材質效率的改進 也包括減少天災風險 屋頂之外業者認為 如果建築窗戶是光電板 調控透光也不太暗 還能隔熱節省冷氣 豈不是一舉數得 辦公室已經安裝 而屋頂繼續實驗改良 因為它是透明的 但如果進入窗戶 你會看到 在某個角度上 你會開始看到 藍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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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這裡 這就是這裡 這就是霜 你會有霜 所以你需要少冷氣 我們阻止最多的光 約80% 但你不需要太多光 因為你需要約10%的光 如果你坐在窗外 那裡的光 水一直在南 或西或西 但是如果你有間閃的光 展望未來要多角度考慮才有競爭力 實際上組合資源開發的 既非玻璃廠老闆 也不是光電學術背景 而是電腦城市業者 生活條件不一定是哪一種 分工很細的學術背景 而是懂得組合不同背景的人 大家一起往理想前去 這些研發計畫 也許沒有搶眼的名稱包裝 也不受限思考 把看起來不起眼的現有物資 嘗試組合成有用的新東西 就是每天努力的目標 光電板投資都要三到四年回本 因此要發展何種能源 還要看總體的價值觀 我Mo productivity 討論到三個月 來建造每個需要目標的 再次合作 вся細部工園 各自權 有全新的illa Details 我认为12TW,我们会製作和製造成空系统。 这个意思是,在夜中, 当时有没有製造,你会转开机器的设计, 而在夜中,你会转开机器的电话。 这不是特朗计的,因为一个电话转开机器的电话 第一 它不太能力 第二 它只需幾個小時 如果不是幾個天 我不太熟悉 但這是很長的過程 如果有雨天或是晚上 這因爲獨立系統 我認為獨立系統 能夠大約10%的 像是以亞洲或是台灣 以現有設備模式 太陽光電未來幾年似乎也有局限 還是要多種能源同時開發 OK 你得到更清潔的環境 所以你可能要給電力 但你給醫療費少少 另一個問題是 多汗 因為那些環境也會使用 酸酸 而造成很多 環境環境 作為獨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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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沒有任何答案 對這 但 一件事是確定 在這時期 沒有利益 這意味道 如果政府沒有資金 投資金 不是很好的投資 這是市場的 市場規定 有利益 但是 有很多危險 因為 如果政府決定 是因為 經濟的情況 他們要不斷 就要不斷 或許未來取決勝負的 不是哪一種能源 而是一個國家 有更多的人 能夠相互合作 和勇於嘗試 你也知道 那些人認為 這是不是一個好想法 應該不斷 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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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